所以这次多米尼克之行呢 基本上就是关于头发 一来一天试妆 试发型 就把头发一半给剃掉 这一半给剃掉 然后要做这个轻妆的这个假发 但是我后面的保留着 但我原来不太长 然后剃完之后剩下那些就特别难看 昨天的视频 大家应该能看到 看到没有 你看 看一看 看一看我的头发 全是光 脸丑 特别傻人这样 前面广广的后面很牛逼些 然后今天拍完之后呢 啊 那个 那些管发型的发型师都很好 就帮我都把它剃掉 剃完了 这样的话就不会那么难看吧 然后就让它慢慢长 长回去了 啊 但是因为是 当时是剃了一半 它跑得很光 然后再跑到后面 后来就留下了这样的一条道 我今天刚才发现还是有一个印子 有些地方 然后我就用这个T恤刀再刮一下 把它刮到这种红 挺好玩的 你看 像刮蚝子一样这样刮 有一些人的头皮很多 痘痘就比较麻烦一点 我觉得如果他去用这种刮的话 可能会刮破 会刮出血 而且我的头还好 没有太多那种 没有太多那个啥 痘痘啊 什么 秃秃的东西 这样我 用这个 我也不能弄得太厉害 如果太厉害 可能会跟这样一样 我把这个虎子也剃掉 所以就光溜溜 然后这段时间我就只能戴帽子 不能见人了 头发不能 头不能见人了 下一个痕迹 应该不明显了吧 其实我也有 游戏凹 我可能是 那好像没这么多 游戏人的特别 没想 有些 上上 晃晃晃晃的 头皮还是白发 就差不多了 好吧 就这样了 我吃了 多米尼克的猪皮 我吃了 猪皮 猪皮薯片 哈哈哈 跟这些 类似的放在一起的 他们包装在一起的 我之前有知道 那个墨西哥人也吃猪皮 我 但在这边 还是 应该他们的文化都接近吗 也是一样的 但我在洛杉矶 我没吃过墨西哥人的猪皮 其实中国我们也吃很像的 就是这种晒干的 之后油炸的 味道是一样的 很棒 吃着猪皮 剪着偏 最后一天在这个酒店